昨晚国安能够1-0击败水源三星 守门员杨志的表现是可圈可点 国安门神在伤势刚刚痊愈 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作为队长出战 不仅在防守上给球队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更在精神层面上激励了伤兵满盈的御林军 赛后杨志接过了本场最佳球员的奖杯 但是在赛前 他甚至还不能够确定是否可以出场比赛 首先今天上场的话 主教练对我很大的信任 因为说实话 现在要上场的话 自己不是特别有信心 就怕再受伤了 但是主教练跟我说 那个说了很多 给我那个很大的自信 完了在场上 我觉得一到场上之后 我感觉就好像自己又 恢复到自己以前的那种感觉了吧 因为在主场那么好的气氛 现在完了进过一两个球的适应以后 跟团队的各方面的配合 把我的身体各方面的都调动起来了 而且今天我们的特别顽强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的话 对自己从术后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吧 徐云龙缺阵 杨智带上了象征队长身份的秀标 队长意味着信任 郎征信任杨智 因此国安的后防线配合默契 齐心协力顶住了水源三星队 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力保球门不失 德阳同样信任杨智 因此国安在做好防守的同时 黑山前锋抓住了为数不多的破门机会 一比零艰难击败对手 胜利属于全队 但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技术层面 杨智都是本场比赛的最大功臣之一 我觉得可能赛前有点赶牙子上架的意思吧 但是杨智确实他的能力啊水平啊 包括经验都毋庸置疑 关键就是他比赛受伤刚恢复嘛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亲辈 很亲辈的 不错 不错 尤其是他第一个赛期 一周一月之一 我平常很高兴 我们的第一个赛期 会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赛期 我确认他会更好 更好 尤其是我们的赛期 尤其是我们的赛期 但是门将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才会被注意 都说一个好的门将顶半支足球队 昨晚的这场比赛 为这句话做出了最恰如其分的注解 我们可以听听水源三星队主教练徐正元 对于这个场上对手的评价 杨志的新赛季就这样有些仓促 有些意外的开心 希望他能将这样的好状态 延续下一句 体育平台记者报道